深夜十分救护车十万火急赶往台铁高雄南区工程处 因为惊传有一名男性加油工 全身嗜血倒卧办公室内送于钱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根据调查死者是63岁的红姓男子 任职于台铁南区工程处几乎段 1号下午死者应该下午就要下班 但迟迟没有回家家人相当担心 到了十一点多家人到了男子工作的台铁加油设备站找人 却看到他倒卧在血泊当中 地板上还有被拖刑的痕迹 警方调医监视器后发现死者疑似早上九点多就惨遭杀害 由于进出南区工程处都需要经过管制站 铁路警察过滤周边监视器之后锁定一名五十六岁的灵性男子 身份也是台铁员工 随后到了位于他人武区的住家赌人 没想到男子一时情急从四楼一咬而下 坠落在二楼屋顶 而死者家属二号下午也在检方的陪同之下 到了殡仪馆处理后续事宜 同事们也到场了对于这场凶杀案感到相当震惊 检警表示由于被锁定的灵性男子尚未认罪 所以是否有其他共犯或是有更多内情 还有待意义理清 华社新闻参谋局协议宁许达人蔡中逊 高雄报道 本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 雅城市 全球脉广报 肯定 10分子 都显示 0分子 8分子